早安 您好 欢迎你一起加入2024年10月9日星期三早上 由美国马里兰州哥伦比亚市圣公会基督教会的承导 首先让我们一起读一篇经文 诗篇96章第九节 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 我们现在聚集在上帝这属灵的大家庭里 要感谢主的大恩 颂扬主的荣耀 敬听主的圣经 又为世人的需要祷告 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过 求主是恩 使我们借着圣子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侍奉主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们应当在全能上帝的面前千功认罪 所以我们应当在全能上帝的面前千功认罪 全能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在思想 言语和行为上得罪主 有得罪人 又因自己的疏忽 本性软弱 当做的不做 不当做的倒去做 现在我们痛改前非 决心悔罪 因着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 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 又是恩 使我们成为新人 尝试奉主 就将荣耀归于主的圣名 阿们 全能的上帝 愿以饶恕一切真心悔罪的人 愿上帝的怜悯你们 赦免你们 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得享永生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求主使我们开口 我们就赞美主 让我们来敬拜主 愿主的名受赞美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 圣子 圣灵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诗篇九十五篇 来呀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 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主 用诗歌向主欢呼 因耶和华为大神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地的深处在主手中 闪的高峰也属主 海洋属主是主造的 汉地也是主手造成的 来呀 我们要屈身敬拜 再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因为主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是主牧场的羊 是主手下的名 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普天下的人都应当敬畏主 因为主来了 主来要审判全地 主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现实审判万民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 圣子 圣灵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诗篇110篇 耶和华对我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蹬 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葬来 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一 甘心牺牲自己 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 耶和华起了誓 绝不后悔说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在你右边的主 当他发怒的日子 必打伤猎亡 他要在猎帮中刑罚恶人 失守就聘满各地 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 他要喝路边的河水 因此必抬起头来 十篇一百一十一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要在正职的人的大会中 讲公会中 一心称谢耶和华 耶和华的作为本伟大 翻喜爱的斗皮考察 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他行了歧视 使人纪念 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 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 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 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 他所行的是诚实公平 他的训辞都是确实的 是永永远坚定的 是按诚实正职设立的 他向百姓施行救赎 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 他的名神而可畏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十篇一百一十二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圣喜爱他命令的 这人变为有福了 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 正职的人后代必要蒙福 他家中有货物 有钱财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正职人在黑暗中有光 向他发现 他有恩惠 有怜悯 有公义 是恩与人 接待与人的 这人事情顺利 他被审判的时候 要庶明自己的冤 他永不动摇 以人被纪念 直到永远 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 他心坚定 依靠耶和华 他心坚定 总不惧怕 直到他看见敌人招报 他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他的脚必被高举 大有荣耀 二人看见便恼恨 必咬牙而笑话 二人的心愿了灭绝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 圣子 圣灵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第一篇经文 旧约圣经 列王记下 十八章 十三到四十六节 西西迦王十四年 亚述王 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 兼顾城 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迦 西西迦王拉吉去见亚述王说 我有罪了 求你离开我 凡你罚我的 我必承担 于是亚述王把犹大王西西迦 银子三百塔连得 金子三十塔连得 西西迦就把耶和华 殿里和王公府库里 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 那时犹大王西西迦将耶和华 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 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 给了亚述王 亚述王从拉吉差遣 他耳探 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率领 大军往耶路撒冷 到西西迦王那里去 他们上到耶路撒冷 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 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他们呼叫王的时候 就由希勒家的儿子 家宅以利亚进 并书记亚伯纳和亚撒的儿子 使官约亚出来见他们 拉伯沙基说 你们去告诉西西迦说 亚述大王如此说 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仗来的呢 你说有打仗的寂寞和能力 我看不过是虚化 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 看了 你所依靠的是耶和华 是那压伤的儒杖 人若靠这仗 就必刺透他的手 耶和王 埃及王法老 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 你们若对我说 我们依靠耶和华 我们的神 希西迦 岂不是将神的出坛和祭坛废去 且对犹大和耶路撒人说 你们当在耶路撒人这团前祭拜吗 现在你把当头给我 主亚述王 我给你两千匹马 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 够不够 若不然 怎能打败我主 城埔中最小的军长呢 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 现在我来 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 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 希勒家的儿子 以利亚靖 和舍伯纳 并约亚 对拉伯沙基说 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 因为我们懂得 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 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 拉伯沙基说 我主才请我来 其实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 不也是对 这些坐在城上 要与你们一同 吃自己份 喝自己尿的人说吗 于是拉伯沙基站着 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 你们当听亚树大王的话 王如此说 你们不要被希勒家 欺哄了 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也不要听希勒家 使你们 倚靠 耶和华 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 这层 必不交在亚树王的手中 不要听希勒家的话 因亚树王如此说 你们要与我和好 出来投降我 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树 和五花果树的果子 喝自己井里的水 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 与你们本地一样 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 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 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 希勒家劝导你们 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 你们不要听他的话 列国的神 有哪一个救他本国 脱离亚树王的手呢 哈玛 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 西法 网音 西拿 以瓦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成就 沙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 这些国的神 有谁成就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 难道耶和华 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百姓静默不言 并不回答一句 因为王曾吩咐说 不要回答他 当下 希勒家的儿子 贾宰 以利亚敬 汉书记 赛伯纳 并 亚撒的儿子 史官 约纳 都失裂衣服 来到西西家那里 将 拉伯 沙基的话 告诉了他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主 以色列的上帝 是应当称颂的 因主 眷顾 他的百姓 为 他们 施行 救赎 在主 仆人 达威家中 为我们 兴起了伟大的救主 正如主界的创世以来 众先知的口 所说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 和一切恨我们的人的手 向我们的列祖 施怜悯 纪念主的圣约 就是主对我们祖宗 亚伯拉罕 所起的事 叫我们 即从仇敌 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主面前 坦然无惧的 用圣洁 公义 侍奉主 孩子啊 你要称为 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 预备主的道路 叫主的百姓 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因我们上帝 怜悯得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领导我们 要照亮 坐在黑暗中 使应力的人 把我们的脚 引导到平安的路上 但愿荣耀归于 圣父 圣子 圣灵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第二篇经文 新约圣经 路加福音 十一章 第一到 第四节 耶稣在一个地方 祷告 祷告完了 有个门徒 对他说 求主教导 我们祷告 向约翰 教导 他的门徒 耶稣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赦免 凡亏欠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我们赞美主为上帝 认为万有的主 普天之下都敬拜主 无始无终的父 天和天使 并天上一切掌权的 都高声赞美主 吉祿伯和拉萨佛 时常大声称颂主说 圣哉圣哉圣哉 天地万君的主 主的荣耀威严 充满天地 有荣耀的众使徒 都赞美主 有名望的众先知 都赞美主 为道舍命 传百依的军队 都赞美主 普世圣教会 都承认主 威严无良的圣父 自贵 自真的 独一圣子 扶去人的圣灵 基督是有荣耀的君王 是圣父 无始无终的圣子 主要成为人生 拯救世人 不辞为童贞女所生 主既胜了死的苦 就为众信徒 开了天国门 主坐在上帝的右边 含圣父同荣 我们必信主 必在降临 实行审判 所以 求主拯救主的仆人 就是主用宝血 所救赎的人 使我们列在圣徒中 同享无穷的荣耀 求主拯救主的百姓 是福于主的选民 求主治理我们 辅助我们 以致永远 我们天天 送主为大 我们尊奉 主的圣名 永世无尽 求主保佑我们 今天不犯罪 求主 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求主 施怜悯于我们 因为 我们依靠主 我们唯依靠主 求主 使我们 永无羞愧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 圣子 圣灵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 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 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 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 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 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 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 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 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求主圣父 怜悯我们 求主圣子 怜悯我们 求主圣灵 怜悯我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父的名为生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父 今日赐给我们 又求饶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饶恕 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父的 事事无尽 阿们 阿们 求主 向我们发慈悲 求主 施恩 拯救我们 求主 保佑我们国家的领袖 求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愿主的仆人 都披上公义 愿主的选民 得享 欢乐 求主 向全地 彰显 你的旨意 愿万国 认识 你拯救的大能 求主 使我们 得享平安 愿主的荣耀 充满全地 求主 为我们造清洁的心 求主 更新 我们的心灵 全能的上帝啊 甚至 已为我们 预备了 又新 又活的道路 求主 是给我们 纯洁的心 和坚强的意志 以心灵 和诚实 来敬拜你 这 都是靠着 我主耶稣 基督求的 阿们 创造 世人 保养 万民的上帝 我们 为全人类 和他们需要 向主 祈求 求主 使他们 晓得 你的真道 是万国 都明白 你拯救的大能 求主 联明我们 垂听 我们的祷告 我们为 普世的 宗教会 祷告 求你的圣灵 引导 和管理我们 使凡 成为基督徒的 都得指引 归入真道 同心 坚守信仰 彼此和睦 人亦为人 求主 联明我们 垂听 我们的祷告 我们将身体一切软弱 心灵忧伤和有痛苦的人 交托 慈悲的天父 求你造的 个人的需要 安慰 和医治他们 使他们在困苦中 有忍耐的心 并将他们的苦处 便作安乐 求主 垂听 我们的祷告 愿 慈悲的天父 因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垂听 我们的祷告 阿们 全能的上帝 是万恩的父 我们是主 无用的仆人 谦卑 诚心 感谢主 因主 将恩惠 和仁慈 适于我们 并适于万人 我们感谢主 创造我们 保养我们 并将今世 各样的福 适于我们 更感谢主 无穷的仁爱 借着我主 耶稣基督 救赎世人 是我们 受恩之法 和荣耀的盘望 求主 使我们 真能思念 主的一切恩惠 就诚心感谢主 并叫我们 不但口里 颂养主 也在行为上 彰显出来 将自己 显于主 终生在主面前 用圣洁 公义 侍奉主 这都是靠着 我主 耶稣基督 愿尊贵 荣耀 为于 圣父 圣子 圣灵 永世无尽 阿们 但愿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 众人同在 阿们